台海中线存不存在 它叫默契线 有九二共识 双方就有一个默契 但是没有九二共识了 那怎么会有默契呢 那为什么没有九二共识呢 那就是因为 蔡英文片面撕毁 完全不尊重大陆 也不考虑大陆的感受 那大陆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 要尊重你这个撕毁 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呢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那当然按照国际民航组织 其实大陆的做法 都是照着规矩走 其实M503对台湾的安全 都会构成威胁 有一些人伪装 他根本不是真的很懂军事 伪装成了军事专家 一直在那边说 哎呀这会对我们台湾构成威胁 而民进党的赖清德门 又说这是什么木马屠城 就在那边鬼说 胡说八道 就四个字 所以国际民航组织 是经过安全的考量 经过需要 所以他同意了 一旦同意了 那就是照规矩走嘛 那你美国哪有那么多话 你台湾民进党当局哪有那么多话 那你有话 你去跟国际民航组织说嘛 大陆民航局 无预警片面宣布 2月开始M503 由北向南飞行航路 不再向西偏制 2015年当时 对岸启动M503航路时 距离海峡中线 最近只有7.8公里 经过与我方协调 才将航路往西退六海里 同时暂缓由西向东的衔接线 如今宣布 不再向西偏制 还要恢复启用 W122 123西向东的航线 恐怕外来大陆飞机 将几年海峡中线 破坏台海区域稳定的一个现状 北京应该立即停止 这种迫害性的举动 如果它直接在M503上面 可能会偏东 会跟我们的民航 还有经济 会有冲突 我外交部也呼吁陆方 因立即与我协商 而M503 与西向东衔接航路 若真的恢复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它的军用运输机 都有被挂民航的编号 可以尾帽 七敌策略 这是常用的 将来可能 就在我们台湾的外海 14海空联训 那我们待命的空群的建额 或者是地群的这些人员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跟疲惫 但也有人分析 M03是为了舒缓空中交通 当初往西偏是大陆刻意让利 否则直接西向东飞 对大陆才是真正便利 西向东的这几条线 那以后两岸往来 会省很多油钱 还省很多时间 以前我们现在绕一大圈 有时候气死了 现在这样子反而会更好一点 若真是这样 这时候突然航线改变 是为了什么 更有人说 民进党邀裴洛西来访后 海峡中线就早已消失 大陆现在动作 未必是刻意挑衅 而是公事公办 既然民进党 没有释出任何的善意 反而一直不断的 踩这个红线 他们也没有必要 刻意的在政治上 做出这些离让 回到这个M-503航线呢 纯粹是为了航空的安全 跟便利来考量 他们片面的让利 就是金星多少钱就对了 既然赖金的商人 已成定局 未来新政府就该思考 如何在两岸和平 稳定情况下 别再继续对抗 开放交流 才能创造 两岸经济与人民都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蓝月谦 大陆的民航局日前宣布 二月一号起 那么取消M-503偏制的这个航线 那这样的一个举措 就意味着未来福州 厦门的航班将不再绕行 北方的航路 直接由西往东飞往台湾 有利于疏解航线的拥挤 改善航班的营运 台湾当局对此举 却做出很错误的政治解读 第一个台海中线存不存在 它叫默契线 有九二共识双方就有一个默契 但是没有九二共识了 那怎么会有默契呢 那为什么没有九二共识呢 那就是因为蔡英文片面撕毁 完全不尊重大陆 也不考虑大陆的感受 那大陆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 要尊重你这个撕毁 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呢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那当然按照国际民航组织 其实大陆的做法都是照的规矩走 所以大陆是先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请 国际民航组织觉得有道理 那国际民航组织为什么觉得有道理 因为一直靠福建的沿海 甚至在福建的内陆上空飞行 这个时代是太拥挤了 太拥挤当然就危险嘛 所以应该空域宽一点 那就移到了台海中线 这是合理的 所以国际民航组织是经过 安全的考量 经过需要 所以他同意了 一旦同意了 那就是照规矩走嘛 大陆宣布2月1号起取消M503航线的飞行偏制 美国国务院表达关切 重申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敦促北京停止对台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 两岸局势牵动中美关系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透露 在泰国会见大陆外长王毅时深度讨论两岸议题 但因议题布满地雷因此无法公开内容 他也证实美中两国都同意尽快安排拜登与习近平通话 强调援手对话无可替代 前美军印太司令曾推测大陆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湾 随着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快速扩张 被提名接任美军印太司令的帕帕罗警告 大陆每天都在努力做好准备 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戒 强调从现在到大陆出动前没有假期 西太平洋海域也因此成了大国角力练兵重地 美军近期同时部署三艘航母打击群 其中有两艘航舰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打击群 已经在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域进行大型军演 只是两年来美国首次有如此多的航舰打击群 同时出现在第一岛链区 另外诺鲁上个月突袭是与我方断交 并与大陆建交 《华盛顿邮报》就报道在中诺建交后 北京目光转向台湾在太平洋的其他三个友邦 台湾在国际间的生存更加困难 那你美国哪有那么多话 你台湾民进党当局哪有那么多话 那你有话你去跟国际民航组织说嘛 这胡说八道就四个字 其实M503对台湾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 因为民航的飞机在那边飞 本来就不会构成威胁 但是当时是一种感受 因为有一些人伪装 他根本不是真的很懂军事 伪装成为军事专家 一直在那边说 这会对我们台湾构成威胁 而民进党的赖清德门又说这是什么木马屠城 就在那边鬼缩 胡弄台湾的年轻人 忽悠台湾的民众 而台湾的民众有一些被这些人忽悠了 内心里面有恐惧 既然内心有恐惧 所以马英九当时主张九二共识 他就派了代表到大陆去跟大陆沟通 说考虑一下台湾的感受 考虑一下民进党在台湾的造乱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下台湾有一些人被蛊惑了 是不是你勉强的还在你这边 即使我们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是不是还在偏你这边飞好了 大陆当时更看重九二共识 是两岸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 所以就只能够忍痛的在自己的地方忍耐 在那个空域非常拥挤的地方飞行 那现在一等再等七八年过去了 蔡英文撕毁的九二共识一直回不了头 那大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那就不需要考虑你民进党的感受了嘛 那是你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 那就照规矩来 照规矩来国际民航组织已经通过了 那当然就让大陆的民航机 甚至国际航线的民航机 那么都走到这个航线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走进北京故宫探索历史 是许多人到大陆旅游的必访行程 但两岸僵局让旅游业者全都爱哄遍野 交通部长王国才宣布 明年农历春节过后3月1号起 将恢复我国旅行社租团到中国大陆旅游 并接待大陆旅游团来台 民众听到都相当兴奋 有在沟啊北京啊东北啊 对老人来说不要去规划行程 对啊跟旅行社比较有保障啊 自由行比较恐怖啊 两岸恢复的10个固定航班航点 9月中已全数开航 不过13个包机航点仍然挂零 大陆团解禁 航空及旅游业一致期盼 有航空公司高层就说 对华航和长荣将是一大利多 长荣航空表示 将以市场需求及运能 规划新的航线及航班 华航也说将以客源变化与市场需求 苹果安排航店及航班 适时付费或增班 而接下来恢复大陆团体旅游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人力缺口 加上航班尚未全数恢复 团费调幅恐怕也很可观 第一阶段开放的部分 团费可能应该会比过去 就是2019年稍微贵一些 人力的部分的话 其实今年我们陆续已经开始回补 3月1号之后的行程的话 目前会以赏花为主 睽違多年终于看见曙光 旅游业大多看好大陆团解禁 但就怕政策跳票 近15年大陆团客来台观光 超过1400多万人次 带来新台幣7000多亿元的观光收益 不过今年前三季 来台陆客只剩下14万多人 一整年不到20万人次 与2015年的高峰相比 连5%都不到 未来陆客来不来台 恐怕还得看新任总统 怎么看待两岸事物 大陆都准备好了 大陆原本的疫情控制的 就非常的好 我们都知道他是自由生 那他在最短的时间内 控制住疫情 现在的情况是 大陆已经随时准备要护航了 但是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 迟迟的不肯护航 我举一个案例 武汉 武汉是在当时疫情爆发的一个地方 但是武汉上上下下千万的居民 大家团结 大家牺牲了 为整个人类 为整个地球 为整个中国大陆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那很多国家浪费了 尤其是欧美的国家都浪费了 而中国大陆 他们却利用这段时间 管控起来了 所以大陆的疫情的控制 是全世界的模范生 那因此武汉早就度过了疫情了 武汉度过了疫情 但是问题就在台湾就是不直接通航 一拖拖了两三年 一直到去年的十月 那是经过台湾的游历人士 跟当地的游历人士 大家努力给民进党当局 施加很大的压力 民进党当局因为考虑到要选举 然后又认为说他真的是理亏 最后才同意 你就可以知道大陆是都准备好了 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不愿意 让两岸之间过去的航线 完全复航 其实疫情早就获得控制了 而且后来最在台湾爆开的 是台湾而不是大陆 而大陆一直是控制好 而台湾却开始乱起来 那现在两岸之间的疫情都结束了 为什么不让他直接通航呢 这很明显的就是民进党当局 本身不顾我们台湾民众的利益了